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查理旺 我是一个喜欢画写生的一个画家 我最喜欢用的工具就是水彩 现在我是在一个马场的边上 这个马场在公路两边都有 然后我的周围也是一片树林 公园 环境都非常的好 我把车就停在一个路边的安全的位置 这里车也不多 主要还是到这个马场 或者是到这个边上来办事的 或者是来喂马的 这里呢因为环境比较安静 所以我也经常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现在画的那个就是我眼前的这一条街道 这条道路伸向远方 然后呢我是被这片林子所吸引 所以我停下来了 我是想的话呢就画这个林子 还有这条道路 我们可以眼处看到那马出来了 我在画的时候呢我是先画天空 因为天空是比较浅的颜色 在画水彩的时候呢一般也都是从浅颜色开始画起 比较容易控制 然后我在画天空的时候呢也是画上了蓝颜色 再画上了云彩的颜色 因为今天的那个天气的还变化比较复杂 一会儿晴一会儿阴 所以呢我先记住天空的颜色关系 记住一个给我印象比较深一点的这个样子 先把它给画下来 然后呢我再开始画远处的山和地面 这一辆车开过来了啊 然后我现在呢先把草地呢给画上它的一些基本色彩 和它的颜色的方向感 像现在这条道路我的左边是暖色 右边是冷的颜色 实际上也是想把这个光的关系放在右边 光来自于右边 刚才画的这个云彩的那个画的太多了 然后把那个蓝颜色的天空呢向左边移动一点 这样子使画面看起来的话呢 就更加有比较好的一种均衡感 我的电话老是在响 画天空的时候呢最好是一次完成 就不要犹豫 像在画的时候呢你要把握好水的那个时机 就不光是颜色要准 你还控制好水 看画面的这个干湿程度 然后再决定你该画哪个地方 像我现在决定这个样子以后 我就用纯粹带水的笔在上面画过去 它就可以把蓝颜色和阴影部分呢 能够很好的融合起来 最后我画的呢是阴影部分就是云彩的那种形态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群人他们到这里来玩 这好像是一个家庭 他们到这里来把自己这个喜欢的马 也许是他们朋友的或者是亲戚的 他们在他们家在这里养的马 在这个马场呢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是一个公共性质的马场 很多喜欢马的人呢 他们可以把马寄养在这个地方 然后自己有时间过来的时候呢 就陪马玩一会儿 你看现在的阳光又变了 马上阳光明媚的 所以我的纸张呢 也做到阳光的这种照射 看起来有点斑胆的感觉了 这是一个挑战 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 那我现在画的呢 主要是树这个树的上端 画树的上端的时候呢 我一个呢是我在把我天空呢 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画上去 所以当我的笔触向上挑的时候 挑动的时候 它呢会向下的又回流一些 所以树的边缘呢 就看起来就比较圆润 比较容易柔和到背景里面去 从树的上端开始向下画 慢慢的呢 这个颜色呢开始变暖 因为上面的那个颜色跟天空 来进行对比的时候呢 一个是深颜色的树 一个是浅颜色的天空 这两个颜色的对比一强呢 它就树和天空的空间关系啊 就来得比较明确了 然后到了这个树的下端呢 我就慢慢的让颜色呢 开始回暖 有一点开始偏黄绿色 如果你要是偏黄呢 颜色看起来就比较老沉一些 如果你要是偏绿的话呢 这些颜色就看起来比较青春一些 比较嫩一些啊 那我在画的时候呢 我尽可能的让这些树呢 赋予层次上的这种变化 所以我是在浅颜色 深颜色 还有里面那些非白 牛白 这样的一些手法呢 使这个画面的 这个树啊 是有更多的层次感 现在画的位置呢 是这棵树下端 转弯的地方 就得转到后面去 要有这种旋转的 转过去的那种感觉 我把这里的下壁的颜色 就画的比较重一点 而且是颜色比较偏暖的颜色 当然它也是在 拖起另外一块树 就我们看到远处有一片 比较黄一点的树 我现在就在开始画这个颜色 比较浅 比较偏黄一点的这个树 我的调整盒呢 是比较小的一个便于 便于携带的一个调整盒 画上下面的这些树枝 不要把它画屎 就是每个地方的颜色呢 都是留着一些余地 留着很多的一些余地 这样子为后面留下来的一个空间 比如像后面画树枝的时候 它们就是很好的一些 留下来穿插的一种机会 画这样的地方 很多时候是需要见机行事 你看你笔触的手感 你画成了这个样子 还有呢 水把颜色的 它慢慢地流淌下来以后 它会形成的这个样子 然后你要借题发挥 灵活运用 这一笔呢 是画的是网路上的 在画那个阴影的时候呢 看光线的强弱 大体上呢 它会阴影不是一个统一的一种颜色 而是你要考虑到它阴影的光线的来源 比如说它离物体比较远的 离那个树比较远的投影 就是我们的左边啊 它就偏暖 而右边就是偏冷的 我现在用手指头去刮出 那个白颜色的受光的树干的颜色 用手去刮或者是用刀刮 都是水彩画的一种方法 但是这个时候对纸是有要求的 水彩实际上应该是在画画的工具里面 是比较贵一点的 它呢 看起来是比较简单 小朋友也可以 小孩子最开始学的时候呢 也是用水彩在画 但是你要把水彩画好就很难 有时候我会说 水彩门槛很低 很容易开始 但是水很深 你比如说那个水彩的笔 你从便宜的笔到很昂贵的笔 那差价就非常的大 颜色也分很多的等级 纸张也分很多的等级 所以不同的等级 它的效果的确是不一样的 这个需要大家去试一次 去摸一摸 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些水彩画 那我现在用的纸呢 就是300克的专业的水彩纸 这个纸我画的虽然不大 但是这个纸是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好用的一张纸 现在我是把远处的这个 这个小山坡上的树 还有房子呢 就先描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颜色 水彩的颜色呢 你画上去的时候呢 它是比较重的 就像我们现在时候看到的 颜色比较重 但它过一会儿呢 它颜色慢慢的会变浅 我看到我的前面 有一个 羊马人啊 他可能是羊马的吧 他带着一匹马 就这么走出来了 在这些地方经常可以看到马 我也经常到这里来拍一些马 我经常在群里面 在那个网上发这些马的视频 我不知道是 我很喜欢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会喜欢 这个道路呢 是有透视感的 我们远远的看到这辆车 它要开一会儿才会到我这里 我们的道路呢 它有一个主要的车型的一个道路 还有呢 我们的左边可以看到的这条路呢 是一个行人走的道路 也是很多散步啊 到公园里溜达的这些人 他们就在左边的这条道路上 这个远处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细节 不过在画这些细节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选择 因为这里至少可以分成三个东西 一个是树的顶端 树的下端 和远处的那一排树 你把谁当成重点 在我看来的话呢 我会把近处的这个树的上端 当重点来对待 因为只有把这个上端的这个树 给拉起来的以后 它的体积和它的树离起来的感觉 能够出来以后呢 其他呢就比较好安置了 草地呢也是 我呢 画画的时候 我总是喜欢寻找一点立光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画草地的时候 我也是想 让它看起来是阳光是从右边 带有一点右侧立光的这种效果出来的 当然事实上这里也的确是一个立光的一个条件下 这一会儿呢 刚好是天气比较阴 所以看的还不是太明显 其实画画的画的时候呢 真正的在纸上画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 很多时候 我是看一看 想一想 然后呢 在调试盒里面转悠转悠 寻找颜色的感觉 然后 你真正落到上的时间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都不到 如果把一张画 纯粹地把画画的时间给呈现出来的话呢 时间其实并不长 但很多时间是在周围的 这个所花费的时间 每次出来写生的时候呢 我都会花好多时间 比如说像今天出来 我就会想 我应该去哪里写生呢 我得 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呢 我才能够想到 我是不是到达这个地方来 然后你到达这个地方来的话呢 你要选场景 我在这里 还是在那里画 当我安顿一下自己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布置我的画画的工具 让自己进入画画的状态 这都是要花时间的 所以 一个半个小时的话 可能花了我半天的时间 但是 我是喜欢这种感觉的 每次出来画画的时候 也是一个出来休息和玩的一个过程 我很好奇 我所有的发现 和我遇到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 比如说走错路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现在我画的这个树呢 是从上端开始往下画 也是从重颜色 往浅颜色画 向下面一画呢 就越来越浅 当然向下画呢 颜色也越来越软 画画的颜色呢 它是在控制在一个幅度的 是在一个幅度以内呢 来表现它的变化和丰富 摄像机像现在所看到的的话呢 未必能够把这个颜色的 它的变化看得出来 像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因为水彩是越画越重 颜色越来越深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呢 这些颜色 一层一层的铺上去 所以它慢慢的富有变化了 就是深浅啊 前后啊 高低啊 都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的 那还有一个呢 那个时机的把握 比如说像我现在在画的时候呢 我就会利用 原来的就上一个阶段 上一层颜色的干湿程度 来决定我下面我应该怎么画 还有一个运笔的方向 不是一味的是画 我会扫 就是从一头扫过去挑 就是点下去往上挑 挑出来 还有一些点 这些方法呢 是如果你总结呢 可以总结出很多东西来 但我们实际在画的时候呢 我不会想这是一种方法 那一种方法 而是其实是一种本能的 或者是训练成了一种本能的 你会把笔去这样画 还是那样画 这里很安静 但是一辆汽车开过去的时候呢 好像为这个地方增添到活力 你能感觉到这里是 不是那么沉浸的一个地方 远处的这个山呢 我是把远处的山的上端 稍微颜色重一点 让它有一点这种 跟天空之间 把关系分得更清楚一点 那么底下呢 把它模糊一点 对比弱一点 那么这样做的一个好处 就是让近处和远处呢 它就比较平顺的 比较弱的 这种顺的对比过度过去 而将近处的树的投影 和阳光面呢 把它分得比较明朗 因为一个近处的 比较明朗 比较清楚 它自然的就会向前 而远处的比较弱呢 它就向后退 所以空间关系呢 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我的眼前的那辆车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会不会开走 但是我在画的时候呢 我想我不会画那个 我不会画这个车的 还是保持一点 自然的天元的这种感觉 我画的画幅呢 都比较小 画幅小呢 是比较容易携带 而且是 我觉得 在车里面画 它也不适合于画得太大 画大的画呢 也的确还有一个时间问题 因为你要画得大一点 它怎么着 它的画的时间都会多一些 因为它有机会 画更多的细节 我现在把这几个栅栏 栏杆给画出来了 画这个栏杆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工整的 一个几何关系 要把透视感画出来呢 我一般都会是 先画近处的这个立柱在哪里 然后远处的立柱在哪里 再找一个大致上 在中间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逐步的把它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这样画下去 这样画下来呢 那个透视关系看起来是 比较容易控制的 在画画的时候呢 如果你一开始 就把这个 设调关系啊 把它布置的比较好呢 就后面就会变得比较轻松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布置好呢 后面就会很复杂 但不管怎么样 你都很难免在画画的中场的时候 有很多的一些调整 所谓的中场就是 你在画的时候 基本色调都已经铺完了 构图也都定下来了 但是呢 这个里面你会发现 我突然的对哪个地方感兴趣了 我可以把一个地方呢 可能画的很多 或者说我一开始想好了 那个主意 但是随着光线的变化 或者环境的变化 时间等等这些因素呢 你又会做一些调整 那么这些调整呢 都会是在中场完成的 所以中场呢 有时候 好像踢足球的时候 到了中场 一比一 把平局的时候 那种胶着感 所以这个里面呢 它的走向啊 还得有很多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有一些机会的出现 现在的阳光 照在这个路上的那种感觉很好 从眼处慢慢的阳光 像扫描一样的 扫到了我这里来 这会儿看到 我这个近处的 那个浅在黄颜色的树呢 它也出来了 水彩刚开始画的时候呢 是因为比较浅的颜色 所以呢 它画的比较湿 那到后面呢 就慢慢的 颜色慢慢的变重 也需要画的很干 你只有画的很干的时候 颜色才会画的重起来 我的调色盒的很小 所以有时候调颜色的时候 我不是在调色盒里完成的 很多时候是把颜色 就直接带到了纸上 把纸 把画面当成的调色板 一边画 一边在上面调颜色 这个地方呢 虽然看起来比较乡村 但实际上 因为它离高速公路 很近 我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呢 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抵达的一种 乡村感觉的一个地方 我在画画的时候 因为这个环境都很安静 尤其是我现在呢 喜欢坐在车里面 坐在车里的好处是不受外面的影响 今天的天气 看起来光线很漂亮 实际上温度是很低的 那我坐在车里呢 我没有天气对我的这个影响 我在里面也比较舒服啊 包括这个车 你看这张来了一辆车 它的噪音对我的影响 也不是很大 所以 我可以很安静的去画自己的画的时候 我会忘记很多的东西 包括时间呢 哪怕是有电话响了 我都不会理会的 我就坚持把自己的画画完 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想说要画完一张画 我是在享受这个过程 阴影实际上是很讲究的一个地方 就是草地的阴影 马路的阴影 水里面的阴影 它在阴影里面 它的颜色 它是不同的 也是有趣的 刚开始在画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都是很有挑战的一个东西 就是哎呀 我怎么能画出空间感 我怎么能画出体积感 怎么样子画出质感 可是当你知道怎么去画的以后呢 你会去想出这个过程 我故意的去做一些挑战 像我刚才画这张画的时候 我开始画的时候 我是拿的笔随便在上面抹的 那些颜色呢 实际上就是我调刷板里面 我上一次画的时候 我没有怎么用的颜色 没有用完的颜色 我就把它调了以后 就抹到画面上去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没关系 我会把它当成一个调节剂一样的 先放在上面 然后呢 我可以任意的按自己的想法呢 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现在这个画面呢 我的右边是比较重的 我觉得应该调整一下画面的这个平衡 所以呢 我会把电线杆给画上去 电线杆画上去的话呢 内容会变得丰富 东西会看起来更多一点 但是另一边呢 也使画面的平衡呢 也产生一个变化 画电线杆的时候呢 电线杆的上端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呢 是我们看到的电线杆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因为电线杆的上端 我们判断为它是一根电线杆 不然的话还以为是一棵树 你要想表现一个物体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它的特征是在哪里 像这个电线杆 现场也的确有这个电线杆 然后我把它画上去以后呢 它对那个平衡可以起很好的一个作用 但画画跟照相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这种优越性在这里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 我可以画出自己想画的东西画上去 那些东西可能现场就有 也可能现场就没有 但是我喜欢我就把它画上去了 你像在街上的这些车 这条路上的这个车 我不想画它 那么好吧 就当它没看 就当我没看见 刚才我们在开始画的时候 天空的颜色看起来是比较重的 可是现在你看起来呢 天空的颜色已经很浅了 包括那个浅颜色的天空 颜色都变得有点过于浅了 这都是在画画的时候需要去 经常进行调整的 这些方面 虽然一个好的画家和一个差的画家 他们的区别就在于 好的画家他可以很快的 很快的捕捉到 那个最后的效果 他很更快的接近于 你所期望的那个结果 我现在画的是 栏杆上的横杆 这些横杆大部分实际上是铁丝 再掂量一下 我应该在哪里再画一点什么呢 其实一张画是有缺陷是很正常的 尤其在写生画的时候 写生画最后的不是一个画面的一种完美 你不应该去想到那些完美 或者是你想怎么去画 而是应该捕捉的 你在现场的感受 你根据你现场的感受 把它表现出来了 那就是好的 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缺陷 因为它不是以完美来要求的 画画 你也不能够去追求 或者要求自己完美 因为你要完美本身就很难 或者是不存在的 缺陷 尤其是在写生的时候 有些缺陷 它是一种个性 或者也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一些手段 故意有些缺陷 然后去把精力放在 那个补充的一些吸引力当中 那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张画画到这里 把这些关键点稍微点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图片或者照片呢 它不如圆作那种圆润 那种橙色感 它不如那样子反映得那么好 一般拍出来的照片 对比都比较强 好吧 今天我觉得我就画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